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事情的经过 但却不敢说 难道不明显真的杀人了 还是说这其中别有原因 打电话为啥叨叨进展怎么样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诶 奇怪 怎么没有人接啊 是我打错电话了吗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你也想像你的爸爸一样离开我吗 啊 你说呀 你们一个个都觉得我是怪物是不是 我只是想保护你们啊 保护你们不被外面的东西伤害 所以才把你们关在这里的 为什么你们全都不理解我 所以你的母亲 是自己把自己气死的 对 但是医生的诊断结果却是外伤所致 所以家里人都怀疑是我干的 我明白了 所以你对我说了这么多 该不会是要把我灭口吧 我警告你 我可是跟可乐震态提前预约过的 你把我杀了 他肯定能查得到 那个人过得怎么样 谁啊 你觉得还能是谁 哦 你是想说酷 不要让我听到那个名字 我只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就行了 挺好的吧 他老有钱了 对呀 里面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 实际上的话就快点把刀刀给我放出来 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嗯 我觉得 我还是不要太指望他比较好 什么嘛 原来是这样 害我白担心一场 所以你到底怎么被抓的 太过认真找资料 被打晕了 我还以为自家禁肥了 那既然大家都没啥事了 误会也解开了 我们先走吧 等等 我还有问题想 快走快走快走 咋了呀 我一直很想见你 但是我一点也不想 你不是还问他我过得怎么样吗 你误会了 要是你的人生凄惨落寞 我会很开心的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当年离开你们吗 如果不是你 母亲也不会死 你恨我 但是不恨他吗 我恨的是你们两个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有这种结局的话 为什么要生下我 我只是个普通的职员 她却是高不可攀的女皇 这么一想确实很滑稽 她试图保护你 你却逃走了 只留下我一个人 也许是我不配吧 但是现在的我不一样了 我的地位已经和当年的她一样了 你就是个混蛋 她要的才不是这种东西 这么多年了 你一点都不明白吗 明白了又有什么用 太晚了 这是我的电话 有需要的话联系我 好一出家庭伦理剧啊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别人家的事情 跟我们没有关系 只要拿到钱就行 先走了 走路 咋了咋了 听说之前的学生会长 跟着自己的父亲一起去国外了 诶 真好 不愧是有钱人的大小姐 真幸福啊